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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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马甲的天赋呢 它再次改强 我们一起看看它改了什么吧 首先呢 马甲射程变得更加远了 然后就是它一技能跟大招的基础伤害稍微提高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点哦 恶魔的微笑 我们主要看呢最下面两行 它有两个被动技能 痛苦跟恶魔灼烧 一个是百分比的伤害 另外一个呢是百分比的扣防 恶魔的微笑呢 现在非常适合我们的马甲 马甲的一技能会变得非常烦 除了很缓之外呢 还能够持续造成百分比伤害 还能够扣除目标的魔防 非常厉害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改动呢 请问我们影片点个喜欢 马甲呢终于变强 而恶魔的微笑呢 终于派上用场 恶魔微笑搭配韩式冰藏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耗手段哦 相信有不少法师呢 也适合这套出装哦 目前想到的呢 有纳塔亚跟图伦 那这位还要游戏哦 我们已经注意这个莫拉很久了 一直提供我们的视野 还好我们队友最后终于过来 成功了几下的敌方莫拉 那这边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装备 右上角是我们的出装奥义 奥义的部分呢 我们会带10%冷却哦 这样子加上我们的装备呢 刚好40% 那核心的装备呢 有三件哦 首先是我们生命法杖 韩式冰藏 跟恶魔微笑 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拘魂路 最后一本书 那本书呢 现在还会增加魔穿 75的魔穿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的拳击伤害已经提高了 我们不再是一个洛基马甲 先来跟这个凯格鲁斯单挑 我们既然在防御塔附近跟他打哦 这样子呢 他不小心就会被防御塔打到 那我们再开个大招接二技能 最后我们大招结束的时候呢 顺利挤下敌方凯格 马甲大招呢 开启跟结束的时候都有伤害哦 总共有两端 马甲大招系数呢 有0.75哦 可是他其他技能的系数太低 大概0.5 0.6 所以呢 马甲还是不适合出全攻击 理论上来说呢 我们用三角招出装 前面三件一定是马甲的核心哦 就生命 韩星 跟恶魔微笑 后面呢 你可以出痛一点 也可以出弹一点 我喜欢出又弹又痛哦 所以出拒魂弩跟生命护服 当然生命护服的位置呢 也可以改成绿树 或者改成混沌法杖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游戏很多法师都是后期角 除了图倫 而马甲呢 到了中后期 就会变得更加的强 马甲这改版呢 我觉得他 会不会有点太过强 可能这个属性呢 不会全部上四针四斧 等等进入游戏中期的时候呢 马上要进入了 大家可以看看马甲有多变态 我先大概的描绘一下哦 大概是打不死 很痛 很缓 很烦 而且呢 就算你千辛万苦了 把马甲血量削弱之后 他还有无敌 如果你无法把马甲秒掉的话呢 三两下功夫血量就会补满 他吸血真的很OP哦 加上我们第一件装备 就是生命法杖 配合我们的被动 兜线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清兵 也可以使用一技能 远程消耗敌方 可以注意到呢 没几下 他血量已经被我们压下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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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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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